好快斷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ezy shop 的这一个 第二奖全线配置 全线配置 那我们整个ezy shop的全线配置 体系的话其实也不是 非常的难 但是新手理解起来的时候 可能需要记住几个点 我先给大家讲然后后面我给大家 总结一下我们这一个 全线要如何的操作 如何的操作 好 那刚才已经给大家讲的 差不多就是我们如何给 全线 如何把全线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加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 刚才我们有看到 刚才我们有看到我们adme001的 这个账号 adme001的这个账号 我们返回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账号进来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短信的一个签名 好短信短信的一个签名 我们呢需要把这个东西呢 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全线控制 当中 我不想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要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 全线当中 那怎么来做呢 刚才已经 如果说刚才有学的认真的同学的话 应该知道 一点啊就是 我把我们的这一个短信 短信签名的这个东西呢 加到哪里 好 我们是没有这个操作权限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好 我们要 有几个东西要知道的 好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一个文件 好在我们的language ch-cn下面的adme下面 好 这个语言包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还有其他 等会我跟大家说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一个两个 等会讲到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说 还会有一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 好 好 那么刚才我们做到那一边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 呃 叫做什么 短信 签名 好 也直接加进来 加到这个 我们看一下短信有没有 好 短信部分在这一边 我们把短信呢 也给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短信这一个东西 放到我们的 这里 好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短信 在这边 好 我们短信的这一个 parentID是11 好 我们看一下11是什么东西 11的话就是我们短信管理 好 对吧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呢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登录一下 我们 开一个隐身窗口 登录一下我们的这个超级管理员 好 我们超级管理员是admi admi 密码我忘记了啊 好 然后找到我们的 这一个 角色管理对不对 然后我们编辑这一个角色 好 这边的话我们短信签名 这个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那么直接我们点击保存一下 然后清除一下缓存 那这个账号呢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短信签名还在这一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需要退出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还在对不对 还在这一边 还在这一边的话 这边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在哪里 在我们后台的这一个inclus下面 会有一个incmenu 还有一个incpriv incpriv 那 短信管理是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 这两个文件在我们后台admi inclus 这两个文件是很重要的 加上我们之前的这一个 priv action的这一个原包 都是很重要 好 这三个文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首先第一步看一下icon manu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manu 这一个东西 我们我们的这一个 左边的这一个 左边的这一个 操作菜单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一个来 根据我们这个来操作的 假设说我们把这一个商品管理 删掉这么多 商品管理我们直接删掉这么多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商品管理就变得很少了 很少了 如果说我们再删掉一些呢 刷新 好 更少了对不对 那说明我们需要把 在左边菜单出现的那个东西呢 给 找到来 找到来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是14 对吧 然后它的一个链接地址的话 就是 这边 就是这边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04 这边是找不到的 对不对 那我们找03send 好 这是可以找到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需要 这边有一个 sms券 这个不是券局啊 我们需要把04呢 加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东西呢 直接改掉哈 我们直接把它改掉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不上的 还有什么发送历史啊 算了 我给大家直接 多加一条吧 我就不伤它原来的代码了 把这个东西呢 copy放到这边来 好 再刷新 再刷新 然后看到没有 我们的这一个 呃 刚才说的那一个 就不见了哈 刚才说的那一个 我们看一下 说的这一个 短信管理 好 短信管理 现在就不见了哈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权限 好 那大概原理的话 就是这样子一个流程 那大家 我给大家说一下步骤哈 说一下步骤 1.4这个数据股表哈 全线配置 讲到这边 好第一个 主要 主要文件 对吧 好 第一个文件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的 lng uags 下面的 zh-cn 下面的 admi 下面的 priv ac-tion vac-tion php 好 首先呢大家要记住这几个主要文件哈 第二个的话就是添加数据 行 添加数据行好 数据行在哪里添加呢 就是在我们的 action里面添加 好 action里面添加 好 那我们把这个也记一下 添加数据行 在 我们的这个 ecs admi ac-tion 中 增 加一 条 我们需要的 权限节点 对吧 在这边呢加一条我们需要的权限节点 好 那第三步的话就是什么呢 我们加好一个 这个权限节点之后 我们是不是找到了我们的这一个语言包啊 找到我们这一个语言包 加上了我们这个语言包的这一个 短信签名的这一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东西加上之后呢 我们后台的这个部分就可以显示我们的这个步骤了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找到了我们的这一个icon menu iq menu里面就是控制我们左边啊 我们记一下啊 控制左边出现的菜单 菜单 菜单 对吧 这个是干嘛的呢 啊这个是干嘛的吗 刚才我们有把这一边增加了一条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增加了一条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呢意思就是 将 inc menu.php里面的菜单节点 呃 加入 这个叫做全线配置 配置节点 对吧 这一个就是 语言包 好 直接说语言包 好 就是刚刚刚刚才大家看见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一个节点好 这个节点的名字呢 就是这个节点的名字 好 就是这个节点的名字 如果说没有把这个节点的名字给加进来的话 我们这一边 我们权限是不生效的 我们假设我们把权限这一个东西给它删掉 刷新 好 我们删掉之后的话 它左边还是会出现 好 左边还是会出现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几个文件都是很重要的 哈 这几个文件都是很重要的 好刷新之后就不见了 对吧 那大家对这一个步骤的话不知道理解没有 如果是没理解的话就 呃可能要多做几次实验 大家捋清楚一下这个思路 哈 捋清楚一个思路 那么我接下来的话给大家讲一个 新增一个 好 就是新增一个权限 其实跟刚才一样 相当于是复习一下 相当于是复习一下 好第一步我们要增加一个权限 哈 要增加一个权限 假设说 我们关掉这个东西哈 假设说我们 呃要到百度 好 我们到百度去 要怎么来做呢 那第一步肯定是需要 呃第一步肯定是需要 在我们的这个模块当中 加一个去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好 那我们 也是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一个短信这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可以零四零五什么东西都可以哈 我们叫零五 啊 勾百度 好 然后呢 Action叫做 我们在SMS里面呢 加上一个勾百 去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 东西啊 去百度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SwitchAction SwitchAction 我们在Action这边加个case Case Go 百度 Go百度这边是需要权限的 对不对 需要权限的 那我们需要让它呢 有Go百度的这个权限 好 然后呢 这边直接输出一个 好 那我们呢 需要Go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权限 啊 需要Go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权限 需要Go百度的这样子的权限 啊 我们第一步做好之后刷新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 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好 发现我们只有一个短信管理 但是没有文字出现 对不对 啊 没有文字出现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语言包 对不对 加上语言包 那它的语言包要加在哪里呢 它的语言包 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加好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 language下面的admi comment 好 不在不在的话 我们直接 收关键字 好 最简单的收关键字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语言包来 好 我们直接找到语言包来 好 在这边对不对 短信签名 好 短信 短信签名 我们呢 把我们的这一个文字呢 加进来啊 文字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 05 勾百度 对不对 700度 好 再刷新一下 这边就有个700度了 我们点击一下 对不起 你没有权限操作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步 我们就完成了 大家记住步骤 那我详细给大家 把步骤给记起来 第一就是什么东西 第一步在我们的 admin下面的inc in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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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菜单的 语 语 言 配之 像 对吧 那第三步是干嘛呢 第三步我们在 11 11 go 百度 好 第三步知道了哈 在 ecs admin acdion 中 加入 加入 呃 全线记录 这个全线记录 就自己去定义 对吧 好 第四步 干嘛呢 我们把这个发 拉到这边来哈 我们现在 到这一边 来看一下角色列表 然后点击编辑 节色 这边会多出一个 呃 复选框对不对 但是没有 这一个中文名称 啊 这一步在哪里改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给他加上我们的中文名称 勾 百度 这个呢 叫做 去百度 对吧 再给大家记一下哈 就是 在我们的哪里啊 也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PRIVACTI1.pp中加入全线管理的语言配置 像 对吧 好 这时候我们就有这一个勾百度的这个东西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有个去百度的权限了 对不对 有一个去百度权限了 那我们现在把权限呢 给我们刚才的那个客服组啊 给了这个组啊 给了这个组 然后再刷新一下 好 这个组 好 这个组可能得推出一下啊 稍等 然后再进去 好看到没有 我们就把短信管理的组给他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去百度 那现在就是可以去百度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百度就可以了 对吧 点击一下百度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 总共的四个步骤 就能完成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权限添加啊 这样子给大家捋一下的话 呃 就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就比较清楚了 呃 然后刚才我们说 这边有个 哦 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假设说给他权限关掉 给他权限关掉 这边退出 登录 好 我们还差一步哈 现在权限关掉了 我们去百度也是在的哈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呃 呃 这一个权限节点呢 加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来 就是05 勾百度哈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一个的权限节点 跟这一个节点的 这一个名称是完全一样的哈 完全一样的 大家要记得 然后呢 这个东西 这一边的这一个节点呢 跟我们数据库的这个要一样 好 我们这个勾百度也给他加进去 那我们加进去之后刷新一下 什么效果呢 好 就不见了 对不对 就不见了 那这边就是第五步 在我们admin inc.priv.php中加入我们的这一个权限节点 对吧 好 那我们总共就是这么五个步骤 完成我们一个权限的一个相关操作 好 大家去熟悉一下我们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节课的话也就讲到这边 好 大家 呃 讲了这么多 根据这五个步骤去理解一下我们一个权限的 呃 基本的一个使用流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好 感谢大家的听讲